周宇航,明天你就要结婚了。 你在高中群公布婚讯的时候,胖子那一句怎么没听楚思乔说,让我的眼泪又一次没忍住。 我爱了你十二年,我们分手二百零七天,你就要结婚了。 我爱了你十二年,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十五岁,你是转学过来的,听说因为打架才被之前的学校拒收。 那是一个四月天,在长春还算有点清凉的天气,你出现在教室门口的时候,阳光特别好。 我看到柔弱的春风摇了摇你额前的碎发,而你摇动了我的心。 你是那种很招女生喜欢的男孩,个子高,皮肤白,眉毛生得极好看,干净的单眼皮里,像乘着世上最干净的湖泊。 虽然你转学之后,继续拉帮结伙的逃学,或者往最讨厌的化学老师的包里放蜘蛛,可是这一点都不影响我对你日益俱增的好感。 我见过你和你的兄弟帮石荒老奶奶捡瓶子,见过你把早饭省下来喂流浪猫,也见过你向斑花告白失败后,脸上的羞难和红韵。 创见那样的事情,我有点心虚,那之后的一周,每次收你英语作业的时候,都渴望速战速决。 每次你又假装翻书包,我站在旁边偷偷看你。 你低下头的时候,脖子后面的骨头很突出,据说那个叫蒜盘珠。 你太瘦了,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把你喂得胖胖的。 脑海里冒出的这个想法把我吓了一跳,而你恰好仰起头。 亲爱的客代表,你别记我名了呗。 你是个有嘴滑舌的人,但对我很受用,虽然我表面上依然不为所动。 你突然揪着我的衣袖摇了摇。 小乔姐姐,你就饶过小生这一回吗? 这样的状况我肯定受不住,脸红心跳的阴云之后,夺路而逃。 我猜你早就知道我的心思,所以那个下雨天你向我告白的时候,一定是势在必得的。 初中的学校,教学楼和停车场中间,有一条极长的走廊。 夏天的暴雨,往往遮云蔽日,天黑得很快。 我因为没带伞,站在走廊上一筹目展的时候,你就突然举着伞出现在雨里。 你站在走廊尽头的台阶下,站在有光亮和雨滴的地方,我像是收到一种召唤,着迷般向你走过去。 小乔姐姐用了小生的伞,可是要以身相许的。 那天的雨淋湿了你大半个肩膀,可我一点都没湿,而且心里超暖。 你虽然嘴上没正形,可是交往后对我极好。 会在大街上毫不犹豫地给我系鞋带,会跑很远的地方给我买芒果慕斯。 像所有故事里描写的那样,老师把我俩的名字前后提问的时候,巴里的同学会启发一种声音。 无聊的课上,我们隔着好几排船纸条,为此你还买零食贿赂中间递纸条的同学。 我们也约定一起考省重点,我每天下学后帮你辅导英语,你辅导我的数理化。 和我在一起之后,你开始好好学习,每次你默写全队的时候,都要求我亲你一口。 你还会在进球后大喊我的名字,会故意拍我左边的肩膀,而嘴唇在右侧等着我。 在最青涩美妙的年纪,你给了我很多脸红心跳,同时也无与伦比的记忆。 中考的时候以凭借体育特长生的身份,和我一同进了省重点,我欢喜又骄傲,体育生总是不乏女粉丝, 可你对待其他女生总是极有分寸。 你社交网络的所有状态都显示你有女朋友,你的头像是我的背影。 那是中考练体育的时候,你监督我跑步,在暮色似合的操场上,你喊我的名字, 随后摁下快门,捕捉到我的笑脸和飞扬的马尾辫。 你说我比晚霞更美丽,我喜静你喜动,可这一点不影响我们整个高中都恩爱有加。 那你现在的新嫁娘呢,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? 我爱了你十二年,追到你所有的心事。 你打架逃雪是为了引起爸妈的注意,因为做生意,他们分居两地,感情一直不好,对你的关心也很少。 你说每次叫家长的时候,你心里其实是开心的。 你说那话的时候,我心疼地哭了。 我那时候想,我一定会给你我所有的温暖,弥补这世界之前的亏欠。 可是高三那年,你爸妈还是离婚了。 你的脾气变得阴晴不定,你有了弃学的念头。 当我拿一起考大学的约定劝你的时候,你甚至会和我争吵。 其实我们经常吵架,也经常一言不合就分手。 可那次,你很认真地说,你怕你给不了我幸福,因为没有人教你怎么做一个好丈夫,好父亲。 你从十八岁便开始担忧。 怎么了会呢? 你对我那么好,再说,幸福哪有千篇一律的模板可以学习,不都是两个人摸索着过河吗? 只要有一颗愿意陪伴的心,我们怎么可能不幸福呢? 高三毕业,我们去旅行。 据说,那是考验情侣是否合适的最佳方式,而你完美过关。 虽然你想去上海看万物繁华,可你还是随我的心意去了彩云之南。 我们没有跟团,全程都是你在找路线订酒店拿行李,还要给我拍美美的照片,可你一点都没有不耐烦。 虽然住的是大床房,可你把我抱在怀里,却不舍得碰我。 你咬着我的耳朵说,等结婚了再好好收拾你的时候,我是真的也在幻想关于我们的婚礼。 你瞧,太讽刺了。 回来之后,我收到了西安的录取通知书。 我问你有没有考上,你在电话里语气沉闷,说见面谈。 在路上的时候,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,做好持久站的准备,甚至盘算如何为了异地恋而攒钱。 反正我们会结婚,我一点也不怕异地。 小乔姐姐,你拉着长音叫我名字的时候,我就知道一切都是明朗的。 我甚至开始想,从校服到婚纱的恋爱,会多么以人羡慕。 去报道的前一天,你妈妈拉着我的手,说我跟了你这么久,她只认我这一个儿媳妇,还叫你不要欺负我。 可是周宇航啊,你这次没有听妈妈的话,真的,太讽刺了。 大学的时候,你毫无悬念地成为那种风云人物,本来这种瞩目也是你喜欢的,我真心为你高兴。 你一点也不吝啬地秀恩爱,你在我宿舍楼下摆很大的心形蜡烛,你在篮球赛夺冠后当着老师的面向我深情告白。 你还是会给我买芒果慕斯,你还是会给我系鞋带,我觉得欢喜又骄傲。 周宇航和楚思乔从初中就在一起了,这样的八卦, 让我们在学校里火了一把,大家对于长久的感情,总是倾向于他们一定很稳定这样的判断。 起初,我也信以为真,有一个播音系的女生追你,他们传媒学院的女生都长得很漂亮,不仅波涛汹涌,说话声音还好听,确实讨人喜欢。 别人告诉我,看到你们一起逛书店,我表面上无动于衷,甚至伪装成自信的样子,可我知道自己慌了。 那晚你来找我的时候,我情绪很低落,没怎么理你,然后你接了一个电话,直觉告诉我,是那个女生。 我抢过电话破口大骂,以他妈能不能不要缠着别人的男朋友,我承认这样做不对,这样没有形象,是我从前最厌恶的。 可是,猜疑真的会把人变丑,你也冲我吼,你有病吧?那一刻,我的心是凉的,那是你第一次为了维护其他女生而冲我吼。 周宇航,你站在我的立场上想过吗?你那么风光无限,我就不会担心吗? 自己的男朋友在被别的女人正大光明地追求,我难道就要置若网门吗? 后来,你送我一本极难得的外围小说,你说上次去书店就是为了给我找这本书,这也是你给那个女生的下马威。 哦,你心真善,你觉得应该保护那个女生的自尊心,毕竟喜欢一个人是没有过错的。 我爱了你十二年,我们终于出了点问题,大三那年,我搬到你在校外的出租房。 我们一起去超市采购,毛巾,牙刷,拖鞋,都是情侣款的,看到他们整齐地摆放在房间,我似乎能安心不少。 我们一起买菜做饭,一起洗衣服,打扫房间,你总嫌弃我头发掉的满屋子都是,而我,怪你把臭袜子塞到沙发里, 这样吵闹而轻松的同居生活,一开始真快乐。 那年夏天的时候,你爸爸再婚,隔了几个月,你妈妈因病去世,你受了很大刺激,受了一大圈。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,我心里还有那个温柔的梦想,把我所有的温暖都给你,弥补这世界之前对你的亏欠。 在你情绪最不稳定的情况下,我们有了第一次,你吻去我脸上的泪水,在我耳边一遍遍说我爱你,我相信那个时候你是真的爱我。 这就好像我们说留到结婚后一样,我料想不到最后你娶的不是我,你那一刻说爱我,肯定也料想不到,后来说不爱就不爱了吧。 大四的时候,你去一家广告公司实习,每天都很忙,那是我们矛盾的开端。 你太忙了,顾不上吃我准备很久的早饭,顾不上和我约定的每周一次的电影,或者你吃饭的时候总是匆匆解决,你看电影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。 但我理解你啊,我知道你是为了我而努力,你想尽早在这座城市安定下来,你想给我一个家,至少你的诺言是这样的。 可是周宇航,你还是没有学会站在我的立场考虑问题,你不知道我翻看之前的照片会落泪,你肯定记不住我们多久没有好好出去玩过了。 你不知道没完等你回家的时候,我一遍遍的热彩,生怕你回来的时候菜凉了,可你往往倒头就睡,根本没注意我眼神里的惊喜和更深的失落。 渐渐的,你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,甚至你身上还出现了女人的香水味。 有一次,我在你洗澡的时候翻看你的手机,虽然一无所获,但这比真的抓到什么把柄更令我沮丧。 因为你,我变成了自己从前最讨厌的女人。 可是,就算真的发现什么,我也舍不得和你分开啊。 在那期间,我们还失去过一个孩子。 知道怀孕的消息后,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,反而是慌乱。 我怕你不喜欢她,更怕我们没办法给她幸福。 做完手术,我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等你来接我,身体某个部位钻心地疼。 令我悲伤的不是这个受精软的摘除,而是我们之间再也回不去的曾经。 你来了,站在走廊的那一头,就像十五岁那年站在走廊的尽头一样,你的步伐很沉重。 我突然发现,十年了,原来意气风发的你,也会如此疲惫。 你抱着我,开始哭,然后你把手放在我的肚子上,你说。 宝宝对不起,你来的不是时候,现在爸爸妈妈没有能力给你幸福,你原谅爸爸好吗? 等你下次再来,爸爸一定买一个大大的房子欢迎你。 可惜没有下次了,错过,即永恒。 周宇航,你说,为什么我们当时不能直接结婚呢? 我爱了你十二年,太长了,该停一停了。 又过了一年,到春天的时候,你爸爸打电话说,把两家家长叫过来,商量商量我们的婚事。 我以为你们关系缓和了,我以为你是知道这件事的。 你随我回了长春,但是在知道你爸爸的用意之后,你直接掀了桌子,拉着我就走了。 回西安的路上,我一直哭,一直哭。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,你当着我爸妈的面,因为娶我发这么大的火,让我以后还怎么嫁别你。 或者说,你早就不想娶我了。 回来之后,你又开始彻夜不归。 有一次,我半夜上厕所,看到你坐在沙发上吸烟,我被吓到了,尖叫出声,随后我又开始哭。 大概是把你哭烦了吧,你说。 小乔,我一直以为你懂我,理解我,可你居然和我爸一样。 我在外面工作这么累,老家还这么大压力,你又逼婚,我什么都没有,这婚怎么结。 我逼婚。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,原来我想和自己的爱人走进婚姻殿堂,是一种死缠烂打。 我收拾东西回了长春,别说求我别走了,你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。 半个月后,你打电话说你升了部门经理,并且交了一个新房的首付,你想接我回来。 你说再等等,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 在电话里,我没有音声。 而当晚十二点多吧,你又给我打电话,你说让我拉开窗帘。 和很多年前一样,你站在我家楼下,举着电话,咧嘴笑。 我知道,每一滴酒都回不到最初的葡萄,可我是真的真的舍不得你啊。 所以我回到你身边,甚至觉得之前是自己无理取闹了。 在一段感情里,女人最失败之处便在于,因为爱对方而让你怀疑起了自己。 接下来的半年是平安无事的,我们一起购置家具,装扮新房。 我以为我们的爱情又火了,还在想,我们即将由恋人变成亲人,我无比期待。 那天我给你洗衣服的时候,在西装口袋里发现了一个拆开的杜蕾丝,明明是阳光明媚的五月天,可我的世界突然黑了。 周宇航,你是太粗心了,还是太激情了? 可我不想像个泼妇一样和你吵,因为结果不会改变,因为一次不终便是永远不终。 但我还是好伤心啊。 我在想,如果你能像上大学那会儿一样,告诉我一起逛书店是误会,告诉我你现在身上的口红印和杜蕾丝是逢场做戏该有多好。 什么样的戏能做到床上?可能对我说的诺言才是虚情假意,一派胡言吧。 我爱了你十二年,我累了。 同床异梦的日子让我很累,一想温存的时候从背后抱住我,问我怎么又瘦了。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,我闻你,可是哭得很厉害。 我不明白,从前那个倔强有骨气的少年,怎么就变得这样谎话连篇。 你越是对我温柔,我越是隔应,因为我不知道这样的温存,你给过多少个女人。 撕破脸的那天,终于来到。 我去上海出差,在机场却发现一个重要文件没带,折返回家的时候,那一幕就猝不及防的撞进视线。 周宇航,你居然把外面的女人带回家,让她躺在我的床上,让她睡我的男人。 我很平静地离开家,向公司递了辞呈。 下午再回来的时候,床单已经换了,你做了一桌子菜,穿着家居服正浇花。 那个场景让我以为,几个小时前,我并不是一个桌间在床的可悲妻子,只是下楼买了一瓶辣椒酱。 你不知道你已经很久没做饭了。 大三那会儿,你还嫌我做饭难吃,说要好好喂我。 可是现在,你已经毫不在乎我的死活了吧。 我走到你身边,抱住你,说,分开吧,我累了。 你说好,前程往事争着抢着在脑海里浮现。 第一次见你,你桀骜不驯地站在门口的时候。 你换我的衣袖叫我小乔姐姐的时候,你站在雨中看着我一步步向你走近的时候。 你在篮球赛上勇敢向我告白的时候,你在我耳边说爱我的时候,你因为我们的宝宝而哭的时候。 你说陪我好好看看这长篮城,可是这座城市,我再也不会靠近了。 分开之后,我回了长春,忙着找工作找房子。 我拼命抑制住自己想你的念头,实在忍不住,我把自己的脸憋到水里。 有时甚至想,就这样窒息掉吧,反正我已经失去你了。 我失去的是一段长长的青春,是一颗用力爱过的心,是我曾那么想嫁的周宇航。 周宇航,我到现在都还是没办法忘记你,怎么办? 你身高183,体重146,穿43码的鞋子。 你的生日是10月30日。 你是单眼皮,笑起来又脸颊有酒窝。 你的左边眉毛,有一个小小的疤痕,你耳朵后面和后腰上有质。 你最喜欢的作家是海明威,你喜欢吃花生酱,喜欢吃一切和芝士有关的东西。 你用绿茶香味的沐浴露,虽然后来你身上女人香不断。 你一直觉得点蜡烛是很浪漫的事情,虽然那个在宿舍楼下给我点蜡烛的周宇航已经不在了。 你做番茄炒蛋的时候,先放鸡蛋再放番茄。 你每次洗澡的时候,都会大声唱歌。 你还说将来的孩子一定会遗传你这附近嗓子,可惜没机会了。 周宇航,我们曾那么相爱,为什么最后会这样呢? 你一定不知道,刚开始那一个月,我是怎么熬过来的。 我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我,连晾衣服的时候,衣架掉下来都会哭半天。 你还记得我最大的梦想吗? 我说要给你我所有的温暖,弥补这世界对你的亏欠。 可是,你对我的亏欠怎么还? 我爱了你十二年,好像也只能到这里了。 听说你回长春了,我好不容易整理好的心,又开始皱巴巴地抹着泪水。 这个城市真小,你不知道吧,我见过你好几回。 最近的一次是在床剧的卖场,你应该和你的新娘一起,你们在置办新家吗? 不知道你低头在她耳边说了什么,她脸红着笑。 周宇航,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啊? 当你如此着迷,让你再和我分手半年,就决心迎娶。 她一定没有逼婚吧,你一定足够爱她吧。 你高中的那些兄弟找我,问我要不要抢婚。 可是我连到你婚礼现场的勇气都没有,又怎么会做那种让你为难的事情。 他们说,不懂我们为什么会分开。 其实我也不知道,究竟是什么错了,陪你鸣顶大罪的人,有办法送你回家吗? 崩与同舟的人,晴天怎么就各自散了呢? 周宇航,你为什么不爱我了? 在每一个婚礼上,新人们热泪盈眶地宣读誓言,大家都不会怀疑他们在那一刻的忠诚。 可是,在此之前的故事,又有谁知道呢? 原来人生是这样忧深复杂,千帆过近,我们开始变得什么都能理解,也什么都无法相信。